房车开到了华盛顿州 就直奔西雅图拜访闺蜜一家 三年前一别各自圣花 我不禁想房车作为移动的家 不仅能让人领略到人生何处不青山的风景 也能够让老友天涯何处不相逢 我在闺蜜家小住了一周 在她家的车道上尝试自己来换机油 房车上路上百美金一小时的人工费 让跟车有关的一切变得昂贵起来 进入修理场一致千斤是尝试 我想如果你可以自己做那些基本的维修保养 就可以让有限的旅行预算带你走到更远的地方 抽取受换机油的方法简单明了 本质上就是把旧机油抽出来再倒入新的机油 而机油滤芯的更换也就是取下旧的滤芯 再安上新的滤芯 虽说步骤简单明了 第一次做还是会遇到奇奇怪怪的问题 不行 从选机油买工具到折腾两天洗大街 出尝试搞得有点乱 不过学会以后你就能实现换机油自由 从此以后随时随地想换就换 那些你能自己做的车辆维护之一 机油及滤芯的更换 这个在这儿 大部分车的油滤都在车的底部 就要量一下它有多宽 更换油滤的第一步是要测量你现油油滤的尺寸 这样才知道该购买多大的油滤扳手 Autozone O'Reilly和Napa都是非常大型的汽车配件连锁店 我的机油是5W20 想要知道自己的机油型号 可以看看引擎盖上的标识 我这个就是5W20 也可以直接告诉店员你的车的型号 它会帮你找到跟你车厢匹配的配件 我用它这个高达车 因为我的车已经14万沙 这里是油测涕 换顿 有3W200 空气过滤机大概是20刀 Oil Feeder是5-6美金 然后这个机油大概是24美金 这个10元的Gift Card是因为上次换电池 它这边回收电池 你把旧电池给它的话 它会给你一个10刀的优惠券 把它们先放到驾驶位置 然后来乌尔玛买剩下的一些工具 这个家伙吧 感觉简单快捷 拔也够长 2由1到5由5由5英区 应该是够的 它有几种换机油的方法 我今天使用的这种 它就是用这个水泵把它给抽出来 而不是把下面的那个螺丝拧开 然后让它自己流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更加的干净利落一点 然后我也不用就是跑到车底下 我感觉这个方法可能要简单一些 试一下看 试试试试试 Let's go 首先来看一下我这个机油用了大概4个月 现在是什么状态 我觉得不算太糟 我以为会更黑一点 然后按照步骤是先比较这个和管子的长度 因为要把油全部炸出来呢 这个管子需要比这个dipstick要长5到7厘米 这是完全足够长的 它配了这样三种粗细的管子 我觉得我可以用中间这一个这样连接起来 然后把它塞进去 感觉已经到地了 我这个引擎的机油加的是4.5quart 所以到时候抽出来的时候看一下到底抽出来多少 然后这里是引擎盖 你就可以从这里看到你要加的机油的型号 我这个就是5w20 抽是从这里抽 加机油就从这里加 好现在开始抽 应该这样就可以了 我来试试看 真的出来了 这个油真的出来了 这个好神奇啊 4.5quart 4.5quart就在这里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5了 它有那种水泵似的 那种也可以尝试一下 但主要是因为我上次水泵坏了 我就觉得万一我抽到一半的机油 它又给坏了怎么办 所以我搞了一个手动的 就比较的可靠 虽然累一点 但是至少会会坏 这个好像在健身房的感觉 哦快抽完了快抽完了 还挺快的不到十分钟吧 再把它解开 它抽了大概四个quart 接下来就是万新的机油 我先把这个 拿一个漏斗 这些工具都放在副甲后面 传说中这样倒 就比这样倒不会溢出来 试一下 这些是5quart的 倒4quart 我感觉 它很近 我感觉我不需要把车抬起来就能换 需要把车稍微抬 这个标志代表这是千斤顶可以安放的位置 这个地方用到的千斤顶是叫做bottle jack 比起车自带的scissor jack 它的优点是非常的小巧省力 一只小拇指就可以轻松地把车抬起来 但它的缺点是抬升的高度有限 如果是需要轮胎离底的工作 它可能无法胜任 除了费力它是万能的 如果人要到车底操作最好要配备保驾 警方被砸死 这个是支撑用的 然后稍稍拧开这个空气它让它降下来 让支撑杆可以支撑起来 向左领带就压下来了 还有就是车的后轮呢 最好要卡上一个小木块 或者是专门帮轮胎侧滑的器具 这样我们再去换这个机率 看空间是不是就好很多 我不太喜欢这个工具的原因在于 你需要同时爆发握力和推力 而我一次性只能专注在一种力上 特别特别紧 另外由于是躺姿 我没有办法像泄轮胎那样 使用整个身体的力 只能使用我的臂力 而我的臂力比起上路以前 变弱了不少 不行 搁不动 太紧 这个东西非常不好用 我要去换个工具 重新买个工具 先来看一下我的油加到位没有 为了准确的看到凉油纸上的刻度 需要先抽出插实干净 然后再进行测量 可以 我们要开车去买一个油激 先把旧油收拾好 机油桶的规格一般是5quart 但你的机油一般用不了5quart 所以除了第一次换机油 之后你都会有一个空桶可以用来装旧的机油 旧油的话直接就装在这个空桶 取下千斤顶的方式首先要抬高车辆 取出保驾 然后再缓缓地卸掉千斤顶的气阀 取出千斤顶 这个废油就来到买这个油的店里面 他们会回收的 工具不趁手就是事情就搞不定 这是买机油的地方 我买的时候他们说也可以回收旧的机油 我来搞一哈 Hello I have some changed engine oil Can you guys dispose that? Yeah You should have to take a bottle of it Thank you 这次我要换成这种 74毫米 再拿一个这个 多拿几种都试一下 然后还要拿一个那个干干 拿个这个吧 18inch 好长 这是八分之三大小的 跟这个是匹配的 OK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是新的 然后这是买的 但是我试了一下 好像不是很匹配 因为这个是15 flute 但是这个我数了一下只有14个 所以没有完全披护 所以现在全部的希望都在这个工具上面了 它的原理就是你这样子 它就会收缩 然后自动的就把它给估住了 大概就是这样 吃一点 我觉得我现在换这机油 对汽车来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因为它的旧油跟新油已经混一起了 但是我就是想熟悉一下这个过程 这油在这里 此时我还没有意识到 我凝反了 顺时针是越拧越紧 逆时针才是越拧越松 这个方向是对于物体而言 而非对于人而言 它在动 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 这个游驴是越来越紧了 哎呦我觉得这个好难啊 哦 我凝反了 呦 坠落了 他在动就好 他终于松了 卸下旧绿星的时候 一定要在底下垫一个小牌 因为滤芯里面也会有机油流出来 如果再不幸一点 手上打滑 就会把油滤打翻在地 破一地的机油 把新的油加满 加到稍微会溢出来 用油润湿 这样蜜蜂性好一些 我认识我年轻 这边有机油 你说的吗 这边有机油 那边有机油 我没有机油 我还有机油 我换完了还是啥 换完了 换完了 哇 好棒 第一次有好多都 有点 之后就知道了 主要是工具的问题 工具好就很容易 我觉得这挺好玩的 其实也不光是好玩 自己换机油可以实现财富自由 我给大家算笔账啊 自己换次机油就能省下35美金 省到就是赚到 换次机油你就能赚到35美金 大家不要小瞧这35美金 一年四次换机油 一年就能赚到140美金 十年就能赚到1400美金 100年你就能赚到14000美金 14000美金什么概念 换成加拿大币 那就是19000 换成人民币 那就是98700 换成台币 那就是447700 换成伊朗里亚尔 那就是5亿8000万呀 5亿8000万 就这还没算上每年10%的通货膨胀 现实生活中 你能赚到的钱 每7.2年还要再翻一翻 只要你能够保重身体 自己换机油 就能实现财富自由 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 自己换机油 然后呢 走上通往财富自由的道路 但换机油自由 何尝不也是一种自由 至少我们走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 这就是我造就的mass 现在要来洗个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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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类型的水泡是这个? 这水泡 是它能够用吗? 这水泡 用油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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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gan我来 快快 就准备洗澡了 昨天这个油的印记都还在 这个真的好难去掉 所以我现在拿出了我的 bleach 这是我最强的清洁用品 我要把它撒上 然后再把它给刷几遍 它们都变黄了 感觉在起效果了 其实利用同样的原理和装置 你还可以自己换变速箱的油 这个抽泵还配备了换刹车油的管子 我把链接贴在了视频简介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路上那些你能够自己做的汽车物货保养 和路上的实用技能还有很多 换刹车盘 刹车片 做刹车保养 更换变速箱油 更换变速箱滤芯 更换刹车油 更换刹车卡钳 更换主轴 备胎的更换 防锈的处理 实用工具的选择 千斤顶的使用 这些我在路上学到的知识 会在日后跟在视频里 请容我慢慢更新 其实我也是小白一个 路上不过边走边学 也避免不了会犯很多的错误 但我想没有必要完全准备好再上路 因为你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准备好 谢谢大家看这个视频 我们一起成长吧 我感觉如果会换刹车的话 路上如果遇到轮胎爆胎之类的问题 需要换胎就是小问题了 因为换刹车的第一步就是卸轮胎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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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